這個節目是衛秀提供的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龐 我是榮志 我們今天在西門町的電影街 說到電影啊 你有沒有那種經驗 就是我們每次買電影票 我只是想吃個爆米花 喝個飲料而已 然後那些售票人都跟我說 我可以幫你們搭什麼什麼套餐 然後這樣就跳下來比較便宜 然後最後我們就會拿到一個莫名其妙的造型杯 或者是 就是一個set 一個套餐 對 然後那個set還要四百多塊 第一張票還貴 然後裡面還附莫名其妙的玩具 我只是想吃爆米花跟喝飲料而已 所以我其實很少在電影院買那種套餐 我都會帶外食進去吃 我也是 不過今天啊 我發現這個 就是 衛秀啊 它有個套餐讓我很有興趣 剛好環太平良第二集 今天上映 然後他們好像有出了一個套餐 好像還送個什麼玩具 不是以前常常遇到的那一種造型杯 也是一個玩具的樣子 你不覺得這聽起來有點吸引力嗎 有一點 這就是在吃環太平洋二的套餐 爆米花嘛 一般雙人套餐都會有爆米花 還有兩杯飲料 就是 定番 我覺得他們現在用這個杯子比較好 你知道嗎 因為 因為每次拿那種造型杯回去啊 都只能放在廁所裡面洗完就放在那邊晾桿 然後放一杯子 對 我很久以前拿了一個那個 鋼鐵的頭 現在都還放在我馬桶上面 哈哈 這種杯子的好處就是 反正我們喝完就丟掉了 我也不想留這個東西 是不是 是 重點是這一個啦 它還有一個 欸 玩具捏 這是還蠻特別的 平常都是 就是奇怪的那種 杯子啊 這是鋼彈耶 很像鋼彈齁 對 它就是 它不是嗎 欸 它是萬代的 它是萬代的 它是鋼彈耶 哇 欸 萬代 欸 欸 欸 不許胡說 欸 欸 真的耶 欸 這是 這是萬代做的耶 這裡有那個 萬代的 LOGO 我還原本以為它只是一個就是 仿鋼彈的東西耶 因為它真的是 沒有 它真的是耶 就是鋼彈啦 真的耶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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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耶 這個 這個就很像那個啊 買那個雜誌都會送的 那種 凶相的感覺 你有買過雜誌嗎 有啊有啊 欸 真的 真的 就是那個 而且它好像組好可以裝在飲料杯上 真的嗎 欸 真的耶 對 可是那有一個就是可以裝這個頭的飲料杯才可以用 它是這樣子的 可是它上面什麼都是剪體啊 嗯 這 大公大公 欸 這是一個胸像啊 一個 這算是 就是 胸部以上的那個 對 然後頭嘛 還有 不知道 感覺 脖子吧 這個是可以那個吧 可以卡在裡面 最好一塊這是什麼東西 那個天線嗎 像鋼彈的頭天線一樣 沒有啦 這就是它 啊 那個沒有沒有 應該是眼鏡 眼鏡 是嗎 我應該是這樣子 欸 是欸 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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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我們把它租起來好了 現在嗎 對 對 你有斜口鞋嗎 沒有 你覺得我會戴這束嗎 沒有 你覺得我會戴這束嗎 欸 我好怕掰斷刀 新的鋼彈的模型它都有做出那種就是它的 可以了 它的切口啊是 是 是那種用手就可以掰了 所以應該不用特地用那個斜口鞋 只是 稍微 我之前就掰斷過了 因為它 現在新的就這樣子 稍微按一下它就會掉 哇塞 我看不懂 才 才幾個 幾個部件就看不懂 是這樣子嗎 好像是 用直覺來 這是它的頭啦 這是頭沒錯啦 可是它是不是它會先把脖子插進去 這個是脖子吧 那為什麼裝向要這樣 所以這應該比較 沒有它那個脖子是裝在 裝在這裡的 脖子 喔喔喔喔對耶 所以頭要這樣放進來 然後這兩個 我不知道為什麼胸向 都會有一個這樣子的東西 就是 起重機嗎 我一直以為 我一直以為那個是拿來放 模型 因為很多胸向都會有一個這樣子的 像起重機的造型的東西 然後 頭其他隻 就只是 兩塊租起來就好 這個應該有兩個 最好是裝在旁邊的 耳朵吧 可是 還有另外一個呢 然後這什麼 這什麼 啊這是那個 這裝在這裡 啊 好的 你去裝那個 今天有點冷熟 有點不太靈活 你要讓專業的來嗎 讓專業的來 好了 等一下頭就好了 這叫什麼名字啊 吉普賽復仇者 是不是 就這樣 這個還蠻精緻的 而且它是那個 其實不需要特別塗裝 我就大概就有這個感覺 我知道了 這是可以裝那個在上面的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鋼彈的機甲 是嗎 對它是一個鋼彈的機甲 所以它可以把它 可是人家不是鋼彈 人家是 機甲獵人 這還有一個東西 這什麼 這什麼 看一下專業書 啊 這是裝飲料罐上面的 欸很好笑耶 它這個 這上面是裝它那個 144分之1的那個模型 裝在這邊 然後它就會一個 胸箱上面在立的一隻機甲獵人 然後這個頭還給它拆下來 然後還有一個這樣的底座 方向是什麼 沒有沒有沒有 是要把這 是要連 是要連脖子一起拆下來 沒有啦 沒有連脖子嗎 沒有嗎 可是它這裡有一個 脖子的後面的地方 所以是要連脖子啊 好手 應該是這樣子 對啦 連脖子一起弄 然後就可以裝飲料杯上面 可是他們現在沒有賣這種飲料杯啊 對 好像沒有啊 然後看完電影的時候 就一起丟掉了 沒有沒有 我每次買那種飲料杯的時候 我都會把上面都拿拔下來 欸好好玩喔 我要找我朋友做一下那個 塗裝 看可不可以弄得比較好看一點 可是其實它就算不塗裝 質感也還算蠻好的啦 你又有去塗裝 做戰純版 嗯 嗯 戰純版 好啦那這就是這一個 環太平洋的套餐 送的玩具 好我們現在就 應該沒有忘了我們是來看電影的吧 差點忘記了 忘記了嗎 接收完這個就要走 沒有我們要看電影 我們進去吧 你知道我們為什麼要來這家電影看嗎 就是比較近嗎 還有 我也是聽他們講也知道 你知道嗎 他們IMAX一聽啊 台北好像只有兩家而已 這是比較便宜的那一家 所以現在這裡是比較便宜的 對對對 然後他們還有什麼愛秀卡我不知道 我沒有辦那個東西 昨天用那個來 好像儲值進來買票 還可以再兩百多塊而已 欸比 好像比二弟才便宜喔 好像有欸 欸 可是要不是要加那個 套餐之後 會不會又 又要印加一個四百多塊的套餐 所以 IMAX 看3D的 然後他們現在好像還有一個 跟什麼點點心 好像是賣港式點心的店 這樣 我不是很清楚 就是這裡熱食現在有新的選擇 這三個是燒賣 然後 那個是衛秀寶寶 你看得出來是衛秀寶寶嗎 是欸是衛秀寶寶 看得出來喔 它好像一顆水餃 最後這個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你看得出來是什麼嗎 榴槤包那類的嗎 這個 欸 不是很 不是很 我也不知道 那我們吃看 它這個衛秀寶寶好像是奶黃包啦 我撥囉 你撥了 可是小心不要流出來 喔是奶黃包 喔它不會流奶奶黃包啦 喔 還行還行還行 至少不會在這邊吃了亂七八糟 對 這個點心是不是 它是一家就是賣這種點心的店啊 我沒去過那個 所以我們把它比較 其實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是不是很菇肉發味 不過還算好吃啦 還蠻好吃的 唉唷 那個燒賣 燒賣是不是要有叉子才可以叉 我們來跟那個便利商店牌的比較一下 我們來跟那個便利商店牌的比較一下 真的太少看它了吧 便利商店牌 差不多 超苦 可能這種燒賣就是這種味道啦 嗯 沒有太多要求 對啊其實蠻好吃的啦 最後一個是什麼 啊好像是 草燒包嗎 炸的草燒 欸這是 這是甜甜的 我剝了 啊 怎麼樣 我把它弄得很噁心 等一下 皮剝開 皮裂開 欸 喔也是炸燒包欸 可是它的皮是那種 酥皮的 酥皮然後是 這是用烤的嗎 不是用蒸的那一種 嗯應該是 不知道這是什麼 好奇妙的味道 因為它的那個 它的皮筆裡面的料還甜 它外面好像是什麼 蜂蜜還是什麼之類的嗎 糖醬 那種蜜吃的嗎 對對對 所以外面還比裡面甜 比較有點 不習慣 本來是比較喜歡吃那種白色的那種炸燒包 對啊 還蠻好吃的 可是我是蚂蚁吧 喔你喜歡吃甜的 還行啦我覺得還是可以啦 因為畢竟 這種電影院一般都沒有太多的熱食可以選擇 像多了這三個其實 就是 可以轉換一下心情啦 不要再吃吉拿棒了 每次都吃吉拿棒了 你拿棒以後還選擇 還有熱狗包 好那我們去看電影吧 嘿 幹完了 你覺得如何 我覺得很熱血 很熱血喔 你沒看過第一集也可以 也可以享受這個過程 我本來很怕我看不到 反正它就是機器人在那邊打怪獸而已 對就是一個看了很爽的爽片 爽片 不過我覺得3D好像有點沒什麼意義的感覺 有啊最後最後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蠻好笑的啦 我覺得看過第一集的人 跟沒看過的應該都能夠享受到這一片的熱訊 因為我就是完全沒看過啊 完全 還是好看 我在來之前其實已經有看過很多那種 就是 預告還有預告解析的影片了 可是我發現其實大部分的好像都是 猜錯或者是沒有猜到 這樣子就不會有那種被爆雷的感覺 嗯 不過我覺得它那個 就是X跑出來的時候啊 還蠻好笑的 你知道嗎 我也覺得 不知道下一次 會不會還有就是別的 機器人作品的圖片在裡面 或混在裡面 好啦那因為不想爆雷的關係呢 所以我也不會跟你們說 這一集到底有什麼東西嘛 不過沒關係呢 我們準備了十張的 日新維秀的IMAX電影票 這個只能在日新維秀使用 不過它是IMAX給用的 包括這一次的環太平洋 還有之後還有三部電影 我記得是 《復仇者聯盟3》嘛 然後還有一個 《一起玩家》 然後還有一個什麼我忘記了 這個 具實詳盛的那一部電影 我忘了叫什麼名字了 反正這三部電影 它都會在日新維秀的IMAX電影 一定會上映 十張呢 我們就抽獎的方式來送給大家 那抽獎的方法很簡單 首先你要先到我的臉書的粉絲團按讚 之後在我這個貼文按讚 然後留下你們最喜歡的 機甲獵人的名字 或者是怪物的名字 然後說 你想抽電影票 就可以囉 活動時間是 應該是五天啦 從我這個影片發布後的五天 那詳細的日期呢 我會打在字幕這個地方 大概在這裡吧 那因為這個票呢 只能在 新門町的日新維秀使用 所以 如果你們沒辦法來看的話呢 就盡量 就不要啦 雖然非常遺憾 就不要參加這次的抽獎 讓給其他有需要的人 好不好 好那今天這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下面記得幫我點喜歡 想看更多影片呢 就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 很明顯